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奥巴马政府坚定奉行一中政策 后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誓 晚上好 欢迎收看12月12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白宫与国务院12号再次承诺 坚定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 并认为改变这项长期政策 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另外白宫还表示 不把台湾视为谈判的筹码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完全了解一中政策 但不理解为什么要受到一中政策的束缚 除非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等其他方面的协议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 已经向特朗普团队就外交政策进行了简报 但无法强制特朗普采纳建议 对你提出了一些影响或影响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有很多经历的奖励们 这些奖励们 有关注射和关注射 在这些问题和其他世界上的问题 他们站在准备 他们已经提供了解采访 各种问题 我不会继续解采访 但他们已经提供了解采访 很值得出了 有很值得的 这是为了 要不能够的 向他们的关注射 一些关注射 安全的问题 总统对特朗普 说他完全懂得解采访 一-中国政策 你相信他真的懂得解采访 这点的 简单 是他应该觉得 有利点 发生这个回合 請出现 年代表 比特朗普 从特朗普 扭兰手 知识 and uh and he indicated um some alternatives that you know that he's thinking about yeah i think it's best for him and his team to speak to that not for us so if he is trying to undo the um long-standing policy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pursuit you can't do anything to prevent it uh these are these are decisions that that he and his team have to make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指出 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 台湾并非美国的谈判筹码 中国外交部12号表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如果这个政治基础和前提受到干扰和破坏 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 就无从谈起 父皇卫视网并如黄卓 美国国务院报道 联合国大会12号召开全会 向即将在月底卸任的秘书长潘基文致敬 并举办了后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宣誓仪式 古特雷斯表示 他领导的联合国将侧重三大要点 和平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内部管理 12日上午 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联大全会 感谢了潘基文作为秘书长 在过去十年中为联合国所做出的 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 并肯定了他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气候变化 促进人权等领域上的成就 随后 后任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第71届联大主席汤姆森的带领下 进行了庄严的就职宣誓 包括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 在内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 联合国各理事会主席 各机构负责人 以及古特雷斯的祖国葡萄牙总统和总理 等共33名代表 在主席台上见证了宣誓 古特雷斯表示 他所领导的联合国将进行三大变革 将注重于促进和平工作 支持可持续发展 并加强联合国机构的内部管理 他指出在近期访问中国时 他深切感受到了中方对于联合国的目标 对于多边主义的支持 古特雷斯曾担任葡萄牙总理 联合国内民署高级专员等职务 由于出众的外交能力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深厚经验 他在安理会的六轮异象型投票中都蝉联第一 最后以压倒性的优势 被推举为第九届联合国秘书长 他将于2017年1月1日正式走马上任 凤凰卫视陈银谦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当选总统特朗普今天正式宣布 决定提名美军前南方司令部司令约翰·凯利 为新任国土安全部长 他也是特朗普提名的第三位退役的高阶将军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在声明中说 作为南方司令部司令 凯利负责美军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军事任务 了解美国在南部边境面临的挑战 经常参与和协调 美国政府各部门关于打击毒品和人口贩运 反恐以及人权等方面的工作 凯利表示 对于被提名他感到既谦卑又心怀感激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 美国选民表明了他们想要阻止恐怖主义 收回对边境的主权 以及叫停对国家安全造成太多影响的 所谓政治正确的意愿 未来他将在尊重美国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 履行部长职责 共和党最近宣布了消除涉案金缺口的计划 包括大幅减少中低收入退休者福利和为最富有的退休者减税 同时不为社会安全系统增加任何税收资金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社会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提出了2016年社会安全改革法案 该法案建议将维持社会安全信托基金75年取消目前法律中没有资金来源的义务11.4万美元 增加有资金来源的项目11.9万美元 新法案包括取消富有退休者的涉案金税减少涉案系统收入2万亿美元 控制对退休者的生活费调整和提高退休年龄减少涉案金支付13.9万亿美元 共和党的建议没有为社会安全系统增加任何收入 而是全靠消减涉案金福利来抵消目前的赤字 美联储将与本周展开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 主席叶伦将在当天召开记者会详细阐述未来的经济前景和政策声明 从而开启特朗普时代 本周的会议将令人首次有机会了解到 美国大选是否已经重塑了美联储的经济成长与通胀展望 而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消息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美联储本次会议升息25基点的可能性高达97% 这也就意味着本周升息几乎毫无悬念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引发的股市上涨和公债收益率攀升 是否将推动美联储走向自身的拐点 并导致2017年和以后的升息步伐有所加快 不过也有人担忧特朗普提出的增加基建投资 减税和放松管制等计划 可能将提振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可能刺激通胀上升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于本周宣布 在加拿大全面禁止石棉产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石棉是指一种自然形成的纤维矿物质 因其抗拉强度高 热传导性能差 以及相对耐化学腐蚀性 而在目前或以往具有商业用途 其本身并无毒害 它的最大危害来自于它的纤维 当这些细小的纤维被吸入人体内 就会附着并沉积在肺部 进而可能发展成肺癌等疾病 目前石棉已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肯定为致癌物 有数据显示 加拿大每年有大约2000人 死于与石棉相关的疾病 其中许多死亡的案例 与在工作场所接触失眠有关 包括建筑工人 机械工人 造船厂工人和工程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 12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 他强调要动员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封上 习近平指出 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 最终要体现在家庭幸福美满上 体现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 广大家庭要把爱家和爱国 统一起来 实现家庭梦 融入民族梦 习近平还指出 广大家庭要弘扬 优良家风 各级领导干部 要带头抓好家风 教育子女 树立遵纪守法 艰苦朴素 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 要发挥统筹协调 指导敦促作用 内地华北 黄淮等地区 12号继续出现中到重度霾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霾黄色预警 北京 天津 河北 四川等地 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 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内地多数地区出现中到重度霾 受影响地区纷纷采取应急措施 其中 北京的空气品质 12号维持在五级重屋级别 有关单位积极采取减排措施 减缓污染物累积 天津则发布了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并启动包括排污工业企业现产减排 停止所有建筑等施工工地 土石方作业等二级应急响应措施 但中央气象台预计 随着12号晚冷空气的到来 重度霾将从北向南减弱消散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轻型导弹护卫舰 保定舰和何泽舰 12号早上在江苏举行入列命名授旗仪式 标志着这两艘舰艇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保定舰和何泽舰的入民仪式 于早上8点半在连云港某军港举行 两艘舰艇获授于八一军旗和海军军旗 舰艇随即举行升旗仪式 保定舰和何泽舰数同一信号 满载排水量为1300余吨 两舰均装备了多套中国自主研发的 新型武器装备 信息化程度高 应声信号 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 攻击敌方水面舰艇或潜艇 具有较强的防空反潜的对海作战能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细续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华尔街股市收盘涨跌互建 道指在油价带动下 连续6个交易制创新高收盘 不过纳指受累于科技股的卖压 以下跌作收 标普500也是微跌作手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总是情况 美股在周一早是开盘 呈现了涨跌互现局面 可以说在星期没有重要的 经济数据投资人高度关注的是 反弹上升的石油价格 以及从星期二亿年两天 联邦储备区的货币政策会议 那么石油价格是因为在这个周末 欧派克成员国以及非成员国 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减产协议 那么油价在美东时间早上已开盘 纽约商品七交所一月份的发货合约就大幅跳升 超过百分之四 那么达到是五十三块六盟六 一统随后是高位盘整 同时投资人也关注的是 联邦准备局在星期三可能会决定的 这个货币政策的倾向和提息的动作 大多数投资人认为联储提息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那么提息之后的言辞如何 将会是市场接下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暗示 有券商认为联储局在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 保持比较保守的态度 要随身观望美国经济的实际的状况 但是也有券商表示联储局应该快速多步的提息 因为是美国面临通货膨胀 以及美国大手笔的财政开支 开始支出的话 经济增长会有过弱的形象 同时霍远东特朗普在周末又对国防工业 特别是陆克希德马丁的战斗机价格 进行了一些评价 所以在星期一开盘 这些行业类股就在战斗机生产商 主要是军工生产商的带领之下 呈现一个负面的走跌 科技类股还持续在星期 呈现一个下跌的走势 能源类股出现上升 其他行业股也都是涨跌后卷局面 以上是星期情况峰回时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第二届中联美洲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 近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 论坛吸引了来自加拿大 中国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中医从业者以及中医爱好者参加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 美国发龙药业主成办的第二届中联美洲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 近日在洛杉矶隆重开幕 联合会主席奢进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中医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传统医药之一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研究成果不断有限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也在蓬勃发展 美国发龙药业董事长曾利平也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就是合作创新发展 真正的把我们美国的中医药集合在一起 通过发龙这样一个第三方平台 组建北美最大的中医药公共服务平台体系 服务全美的中医师中医工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简称世界中联 成立于2003年9月25日 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秉承推动中医药学与世界各种医药学的交流与合作 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贡献的宗旨 世界中联目前已成为国际上组织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中医药国际组织 论坛期间各位代表围绕中医临床研究新进展 中医及方济研究开发与安全使用等方面 研讨并分享了研究成果 会议公安排学术报告19个 为中医药在美国地区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穆小韩 张驰 洛杉矶报道 日前 伊拉伊万公司与好莱坞的卡姆登酒店 举办了圣诞节前社交派对 初级派对的有商界政要 企业家 亚裔明星艺人以及网红模特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各大公司都开始着手筹办年会以及年末的社交活动 日前由E&E精英活动策划公关公司主办 E-Girls顺旦其源Social Mixer感恩慈善派对在好莱坞举行 现场设有开放酒吧 艺术表演 慈善派外 以及著名时尚造型师现场造型 节日气氛浓郁 活动现场企业家各行业主与网红模特和青年才俊热烈交流 寻求合作和发展的机会并交流本年度的创业经验 同时 活动当天的全部收入都将捐赠给狮子会慈善组织 我们的活动这一次是有一个charity的活动 就是如果来的嘉宾们可以带自己的腿不要用的或者是新的腿 捐助给那些有需要的穷困的小朋友们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收入一部分都是捐给残障儿童基金会的 E&E的两位创始人是伴随网络生活成长起来的年轻创业者 两种文化社会环境下的成长经历 使得他们具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沟通能力 公关活动策划和网红孵化是E&E在2016年逐步确立 并不断加以夯视的发展路径 对企业主来说 网络营销 粉丝经济 跨境 跨文化传播等一个个新名词 不仅仅是业主要迎接的巨大商机红利 更多的是如何利用好机会制定策略迎接挑战 冯华卫视实习记者沐小韩 黄一顺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小时的一项羽泽雨 分价史上的骨子 体卫搏线 分价 分价 您 一 rule 走 柄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相似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